为了后 风 折住了双眼 烛火 上未暗 酒水 已忘川 细雨 凌时幸连 往事 如云烟 梦中又重现 月年月月 风云青水流动 木染回首 白絮若回情终 一处阳光 一心渺路故红 离青年很难求 很难求 万事空 年段外却还有 一江城共银山 共银山 那二泪谁人懂 谁能眼望藏手 我沉醉到天明 无缘心 愿与你生死一共 有谁能一世英雄 英雄 我身上 未经许 别再说 欣雄 一天 一天 能身上 把着 你 敌人 她 别再说 胡说八道 路上碰到清楚大军怎么办 还能回公俗吗 大王 让我把他带回去吧 大王 大王 等上来 大王 颖都必将成为活海陷阱 臣请大王速速弃收颖都 率三军前往汉玉关设伏 与臣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可将秦楚联军击溃 王 我土得想梁康焚烧了 大王 就是这帮楚国的雷子放火烧了凉堂 这火越烧越大 现在已经无法救了 统统斩杀 杀无赦 顿了呀 大王 胡子徐 臣在 孙武说 这引渡城将会变回火海和陷阱 让寡人亲手引渡 举秦楚人军决战 你自己如何 大王 粮仓都给烧了 我们的引渡恐怕待不下去了 你也让寡人弃手引渡 寡人忘你实在了 刚刚马踏引渡 就要弃手引渡 不 寡人不会放弃引渡城 不能让天下人耻笑 可是大王 那楚昭王申包序 还有蒲子虎 陛下来攻占引渡城 那就再来一次引渡大战 寡人宁可再做一次诱饵 引诱他们来攻 正合一举消灭秦楚联军 斩杀楚昭王 你速去传命 命孙武立刻赶来 与秦楚联军决战 遵命大王 隐渡已经灭了 隐渡是寡人的隐渡 凌军战 大王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快 快去宫中万岁大王 快去宫中拜见大王 快 快去宫中拜见大王 快点 走 走 娘 娘 娘 外面什么事啊这么吵 娘 大王登基了 好多人都去王府看大王 我也想去 可是您娘就是不让 大王登基了 大王不是还在引东吗 不是河驴 是福盖 福盖率军杀回姑苏来了 废楚河驴 登基为吴王了 福盖 又是一场世兄篡围 当年河驴就是把王辽给杀了 才登上王位的 福盖远没有当年河驴的气概 没能是兄 只是昭告天下 废除河驴罢了 那河驴呢 河驴在哪儿 还在引东 河驴岂能善罢甘休 我看福盖这个位子 做不长的 一罗 有没有长青的消息啊 长青一向替大王筹划谋略 如今换了这个覆盖 他是不会放过长青的 寡人与诸位爱卿同乐 当属天下第一美式 湖国的江山设计连同美人 寡人要与诸位爱卿一同分享 还有这等美味佳肴 愿赞大王 付唐到我 诸位爱卿 等平定了河驴 除了加官进爵 还会重重有赏 奉献大王 好 好 好 诸位爱卿 你们在此尽兴享乐 寡人要去看看楚公主 此次举世 楚公主功不可没 公主 大王来了 叩见大王 请 请吴国大王稍候 楚国公主 为大王正在准备一份贺礼 请恕罪不能跪下失礼 公主是不想跪拜寡人吧 也罢 公主为寡人准备和礼 孙子兵法 一罗 你在军中待过 依你看 长青和福盖 相处得怎么样 一罗在军中待的时间很短 我不是问你长短 我想知道 他们两个人相处得如何 在一罗看来 福盖和先生是生死冤家 死对头 死对头 夫人不必吃惊 其实在军中 福盖和先生表面上仍适合其 并没有剑拔弩张之事 可福盖多次对先生进行拉拢 试探 都被先生凛然拒绝了 福盖岂能不记恨 近日复盖篡位为王 是在先生的意料之中 我明白了 不与同谋变为死敌啊 正是 为何要将孙武的兵法 当赫礼献给寡人 藏于九地之下可善守 动于九天之上可善功 如此方能将王位坐稳 不至于前功尽弃 善守也罢 善功也罢 都需要掏掠 所以本公主 末路这副孙子兵法献给大王 大王 你封了跟随你左右的百官 可单单忘了方孙武了 方孙武 可他还在和驴军中 一路 你立刻带两个孩子 出城去 到罗夫山躲一阵子 田笛 夫人 马上备车 跟邵夫人上路 是夫人 让我带两个孩子走 是 那夫人你呢 我留在姑苏等长青回来 那一罗也要等 别说傻话了 一罗 如今复盖篡位 孤苏城必有一战 他不会放过我们的 正因为如此 一罗更不能走了 要走一起走 大王放眼望去 身边不缺乏勇猛战将 但独缺像孙武这般掏掠之人 如能将孙武转到大王身边 何仇不破河驴 只有破了河驴 大王才能将这王位 长久坐下去 才能将吴国这江山设计 浸览于怀中 好 待寡人平定了河驴之后 一定封公主 为吴国的王后 我之所以让你走 也并非完全为了你 更是为了那两个孩子 一个是先生的骨肉 一个是蔡国将军 蔡剑的义骨 你我都得舍得用命 来保护他们 我就把他们两个 托付给你了 或许不会有什么事 即便是有什么事 我也经历过了 没什么可怕的 好了 别耽搁了 我们赶快收拾东西吧 越早走越好 速速通过汉语关 过了此关 颖都就无险可守 合理必成瓮中之别 速速通过汉语关 邯尔明 你为何一直闭 your眼睛 唯禀大王 沉住感睁眼 那松武善用计谋 他们正追咬在我们身后 倘若松武与引渡的合理合计 在翰湾此地设斧 我们必将全军覆没 大楚能否复活 大王能否再进引渡 就在这儿半个时辰了 长天在上 赋佑我大厨 我又听令 府地离汉玉关十余礼 我已请求大王 率三军在汉玉关射服 前后夹击清楚联军 凡忠勇冲前者 论功行赏 凡胆小怯懦 不战而退者 杀无赦 报 吴包将军 大王有令 命孙将军速速赶往引渡城 与大王共同抵御清楚联军 大王没有率军在汉玉关射服吗 大王不肯弃守颖都 让天下耻笑 大王要在颖都城决战 错了 错了 大王错失天赐良机了 大王 大王大军一国汉玉关 哈哈哈 报险冲冠成言 中午夜夜吃喝的时候 哈哈哈 天助寡人 反例三斤 直逢引动 斬杀乞吏 赴我大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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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罗 你带他们两个先走 等将军回来 我劝他一起去罗夫山 就是去种地 也别在这儿当官抢 大王下斗 快点 你们两个快去后院快去 我不躲 娘 我想看看覆盖大王是什么样子 有什么好看的 快去带妹妹躲起来快去 快 殷瑶快 来 难道孙夫人不知道寡人已到了吗 为何不出来迎驾 大王 两位夫人已在庭院内 恭候大王 大王 天下 快 休得无礼 夫人 少夫人 别来无恙 两位夫人为何不肯开口 伯女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 称你为将军呢 你已经不是无国之将了 称你为大王 现在 吴王正和孙武将军在颖都屯兵呢 如果直呼其名 又显得不恭敬 这下 你可把伯女和遗罗给难住 夫人说得极是 寡人一向与长青相知很深 互相视为知己 长青离开孤苏十八个月 安马劳顿 寡人回到孤苏 登基为王 第一个就来拜望二位夫人 二位夫人 妾莫辜负了寡人一片好心 夫人 她在说些什么 一罗怎么不知道 我家先生的知己当中 有自称寡人的 孙将军远在颖都 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弱女子 既然你已经自称君王了 你想怎样就怎样了 如果现在你对我们 两个弱女子下手 不怕天下人耻笑吗 哪里哪里 依夫人少夫人看来 寡人是要对二位不敬吗 倘若寡人打算娶你等 向上人头 大王好威风 何须亲临府上 那是自然 成王了吗 少夫人一罗 你大概不会忘记 寡人在颖都与长青 与少夫人一起去踏青吧 寡人与孙将军 与孙氏门中的不解之缘 早已是路人皆知 寡人和尔等荣辱与共 难道不是吗 还说什么踏青 那明明是个陷阱 是你故意要挑拨 先生与大王的关系 如果我知道那是你的阴谋 是绝不会去的 少夫人后悔了 后悔了 后悔被你利用 少夫人息怒 寡人今日就封孙武为吴国的大将军 统领三军 二位夫人都有封赏 并且增派士族 保护将军府上下安全 不必费心了 我们受用不起 两位夫人 两位夫人 这个玲珑玉连环 昆山之玉雕琢而成 是蔡国君侯送上的供品 你们看 环环相扣 真是世间其真哪 寡人打算把他 送于小公子把玩 寡人之心可见 对了 小公子呢 怎么不见府上的小公子 犬子不在家 随家扑去罗浮山烧香去了 不 我在 我在家 小公子 你告诉寡人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孙迟 你是大王 寡人正是 我会背我爹的兵法 孙子曰 兵者 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 大王 你愿意带我去打仗吗 住嘴 朕可谓将门胡子 寡人登基为王 正求用人才 孙迟孙公子 现在寡人 就奉你为侍郎收太保 吃啊 过来 老郎 夫人 少夫人 别担心 寡人不会为难你们的 寡人是念及 与孙爱卿的交情上 又见公子如此神勇 方才夹封公子 侍郎烧太保 干什么的呀 就是跟随在寡人身边 为寡人护驾 有谁敢敢冒犯寡人 你可以一箭砍了他 可是我没有箭呀 我爹又把好箭 叫月女箭 可是没有爹再去打仗了 大王现在就赐你一把宝箭 来 来 来 果然不错啊 夫人 公子既为朝廷命官 那就要跟随寡人享受俸禄去了 富贵 我儿子还小 你放了他 他虽然小 可也是侍郎少太保 好 岂能离开寡人左右啊 少夫人 侍郎少太保不是你的儿子 你就不必操心了 这是先生的儿子 先生的儿子就是我一罗的儿子 少夫人 孙将军在姑祖台上 斩杀了梅妃娘娘 你能放弃仇恨 同孙将军指手恩爱 让我十分敬重不已 我错了 是让寡人十分敬重 待寡人坐稳了江山 会为你修一座贤德牌法 不必了 傅盖将军 少夫人你也叫错了 应该叫大王 我没有叫错 傅盖将军 贤德二字 如今能从你的口中说出来 实在是别有一番异味 何谓得 傅盖将军能告诉一罗吗 本是手足兄弟 却为了一个王位互相残杀 这是该有的德吗 少夫人 你以为寡人不知吗 寡人知道 当然知道 只是寡人 没工夫回答你了 起驾 回宫 我们走 娘 十二 娘 姨娘 我随大王护驾去了 你不许去 你回来 二位夫人 不必担心 我会好好照顾小公子 只要孙武将军肯回来 助寡人一臂之力 寡人就可将这天下坐下去 那是何等快灾 十二 十二 你回来 别走 别走 姨娘 哥 我去大王护驾去吧 那回来 姨娘 哥 我去大王护驾去吧 回来 哥哥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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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姐 怎么了 姐姐姐姐 姐姐姐 姐姐姐 好 我儿子呢 池儿在哪儿呢 池儿呢一轮 池儿去哪儿了 跟福盖回宫去了 回宫去了 好 姐姐别着急 来 躺下 姐姐 我让你写冰箱 我让你画战阵 姐姐 我让你画孙武 姐姐 我让你画孙武 姐姐 舍不得呀 姐姐 冰箱 什么呀 姐姐 别着急 孙武 你会找我儿子 你舍不得呀 池儿 池儿才十岁呀 十岁就可以抓去当人质 很有天理吗 姐姐 切莫将这些火器 都撒在兵法战阵上 这都是先生的心血 你扯不得呀 姐姐 你躺下好好休息 带一罗去宫里 给你把池儿要回来 对 一罗 你先快去 快把池儿给救回来 快去吧 好 好 不行 不得去 现在的宫里 它就是个虎口 不能让你去 先生让我匆匆回姑苏 定是怕有这番劫难 哪怕是虎口 一罗也要去闯一闯 把池儿给要回来 池儿是孙家的香火 是孙家的命根子呢 大王 如果谁敢冒犯大王 我一箭砍了他 你现在告诉我 若是你爹要冒犯寡人 你会不会一箭砍了他 我爹 我爹怎么敢冒犯大王呢 他跟另外一个大王 去主国征战了 我娘说 他要好久好久才能回来呢 你爹很快就会回来 回姑苏来 真的吗 我爹真的很快就回来了吗 快快快 董卫 董卫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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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抚 攻击公 杀 攻击公 杀 追尽公 杀 杀 杀 攻击公 杀 热心股 慢 驱逃 玛丽 今天就是你的子气 清国将冬武力可拔劍 杀 杀 就有礼堂脉 杀 杀 大王 东西南北四座城门 军到敌人攻击 军都城危在旦夕啊 你六万守军应对六万攻城 却没破城没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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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啊 何止六万 他们现在是一当时都变成六十万大军了 整个城的老百姓也变成勇猛的君族了 孙悟 孙悟又说对了 印度果然变成了活海与陷阱 只有孙悟能救寡人了 好 高将军 成昭王是谋许胡子武攻 독四面城门 亲手联军封门刺杀 大王已经被陛下城墙了 先锋关无比听令 墨将在 我率五千兵马杀过去 虎昭王 必让蒲子虎率秦军与我厮杀 我把他们引开去 你率剩余的一万五千人 从南城门攻进引渡城 救出大王和武将军 记住 不可恋战 肃反孤苏 将军 怎能让将军前去做幼儿 墨将不猜 愿假扮将军引开秦将蒲子虎 少啰嗦 救大王要紧 正因为救大王要紧 将军您才不愧去做幼儿 大王誓死要守引渡 只有将军您才劝得了大王啊 莫将即便率兵撕开吹口冲进去 若大王不可离开又如何是好 也罢 国际大战 复给伴座大王 引囊马上当 如今你扮成我 把扑子虎引开 我去攻城救大王 是 被迫 被我指引了 被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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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掌安 被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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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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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孙武的儿子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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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困在颖都 孙武从宁网城赶来救援 和吕命夫柴先行 杀回姑苏 吴王 夫柴凶狠 你定要小心防范 且不可前功尽弃啊 部主放心 寡人不会忘记 寡人帮你救了楚国 你也要救救寡人 你要本公主怎么帮你 寡人一派齐大人赶往越国 将岳王允长借兵三万 寡人情愿以乌阁等 三座城池为赔偿 想让岳王与河驴素来不合 定会答应借兵给寡人 只是这一来一往需要时日 由此寡人想请公主 速回楚国 说服楚昭王与身包序 无论如何也要斩杀河驴 即便斩杀不成 也要拖住河驴 待寡人借到岳兵 可发兵前往两面夹击 必是河驴大败 此机甚好 吾王 公主何时动身呢 禀报大王 孙武将军的少夫人求见 我料到他会来 禀报大王 大将军孙武的少夫人要求见 要跪着 要跪着 要跪着口前大王 跪下 少夫人你快跪下 禀见寡人 为何力不跪 福盖将军 为何摆出如此架势来虚张声势 你好大胆 别以为你是寡人家缝的 孙武大将军的少夫人 就敢在大殿之上如此放肆 我来是替我家先生 烧给你个口信 孙武 孙武有口信烧给我 孙武大将军 有口信烧给寡人 说来听听 母家先生的口信 只能说给你一个人听 这是当真 将军若是不信 可亲自去查验 巨狼收太宝 大王 末将在 寡人令你脱掉裤子 脱裤子 脱裤子干嘛 我又不想拉屎 我又不想拉屎 智郎收太宝 末将在 难道你连寡人的御令 都不听了吗 那大王 末将就脱了 脱 伯伯将军 我该把他带走了 走 家 公元 你带我去哪儿啊 你回家 十二 回家 我在哪儿都放了 十二 听话 快走 文王 你怎么会听从遗罗 把孙悟的儿子放了 什么 周易 周易 少夫人带来了孙悟的口信 孙悟说 周易 就是从蜥蜴变色演绎而来 谁若是将她儿子置于危困之境地 周易就会连带着谁置于死地 我从来都相信周易 我从来都相信周易的 难怪孙悟兵怕用得那么精妙 她的儿子身上就有周易 既然你相信周易 把孙悟的儿子放回去 周易就会护佑你 你现在该马上布置大臣抵抗和吕惠故俗 我这就回去 替你向昭王求援了 公主 万万就就覆盖 你们让我出去 我要去王国找我的儿子 你们让我走 老子 智儿 你回来了 娘 我不想回来 我想跟随大王 不可 娘哪都不让你去了 公主当真要回来当王后吗 你看覆盖像个大王吗 她自己都老奢望她是大王 还我我我的 老云 她跟我inary 巷子不足于毛 一罗裁短短几句话 就吓得她没个底气 如何才能成大气候 哥你回来了 干娘都被你酷约了过去 我才不想回来呢 是你一娘又把我拖回来的 又胡说 妹妹 你是用什么法子 让那夫盖把池儿给放回来的 我碰巧跟先生学了几天的周易 用上了 夫盖相信周易能决定 福祸旦夕 楚公主到 楚公主来了 她来这儿干什么 一罗 我们又见面了 夫人 楚公主有礼了 伯女向楚公主还礼了 夫人莫怪我来此打扰 因我一向推崇孙将军的兵法 很好奇她是怎么写出来的 多年前在钟离 我曾有幸与她相识 那个时候 我就知道在姑苏城 有这么个庭院 这么个府邸 住着夫人和公子 让孙将军念念不忘 可可如今 常青被困在军中不能返家 那兵法 用在征战天下 或许还真有些妙用 但对于我家来说 却是在乎 对于我家来说 可如今 你不应该把她的 我自己的佳性 我听见过 你不应该把你带来 我带来 你和夫盖在设计我和先生 不过我早就识破了 先生也识破了 所以公主和夫盖都未能如愿 你比我更聪明啊 此话依罗受领了 虽然没有拉住孙将军 可夫盖还是分兵回到姑苏占了王位 如此劫了楚国之威啊 我想现在昭王 应该快回到颖都城了吧 无楚两国谁输谁赢 我都不愿意看到 所幸我们今日不必再谈了 公主来寒舍当属客人 我和夫人是主人 先生的夫人和少夫人 是不会失礼 慢带客人的 楚公主请进 让一罗为您和夫人备茶 我跟夫人夹去 我都不愿意 让他在山上 你也许可却 不愿意 啊 你也许可不愿意 你也许可不愿意 我都不愿意 心冷 踏白路 秋夜更悲鳴 過萬人 闖染西風 風 隨刀網 雪染佔衣衫 歸鄉路漫長 露漫長 露漫長 平野風浩蕩 問天雨 千里水悠揚 露漫長 喜不見愛上 夢問話來 千航要相望 平水問 握手癡狂 千步是非 渾染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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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